欢迎回到海峡拼音经济 大陆福建平潭岛这几年游客人数逐渐增加 也带动了民宿行业 在平潭退休养老的台商林茂玉看蠢商机 一口气开了三家民宿 也开启了他事业的第二春 平潭特色景观蓝眼泪持续爆发 吸引大陆各地游客 无意小长假期间平潭游客46万人次 旅游收入4.4亿人民币 真正喜欢看的人 他晚上半夜都会从独州开过来 从下本开过来 林茂玉来自台湾新北市 之前在上海深圳等地经商 2016年退休后 选择太太老家平潭岛养老 我本身比较喜欢海 所以在平潭这个地方 跟台湾的那个海边海岛 其实有都非常一样的意思 2015年平潭游客人数230万人次 2019年增加到590万人次 观望人潮带动当地民宿行业快速发展 闲不住的林茂玉也萌生了 在平潭开民宿的想法 其实再往后这道主张 我觉得会更好 2019年林茂玉租下平潭北港村两栋十错 担心改造 民宿异山傍海占据整个北港村看海的最佳位置 部分房间住客坐在床上就可以看日出 挺满意的 因为景色也很好 空气也好 这边正好可以看到那个海 然后就感觉还不错 我们这边的房子都在大概就在 以前的一个礼拜都全部都卖光了 林茂玉的民宿聘请专业设计师装潢 天花板 墙壁 楼梯 门 床铺 使用上百年历史的老木头装饰制作 老木头都是特别从杭州那边去选 挑选过来 然后回来又请师傅一刀一刀去抛出来以后 做装饰这样 另外一栋民宿所租用的实错有35年历史 外表修旧如旧的基础上 林茂玉在防水防潮进行了彻底改造 两栋民宿之间以前是垃圾堆 林茂玉投入三万人民币将这块空地租萨 并从大陆江苏移植日本洪峰 把垃圾堆变成漂亮的扫花园 没有说在那种像江苏那边种开出来那么红 但是还是不错 林茂玉之所以和平潭结缘得从1999年说起 那一年他在深圳经商 因为工作的关系 他和来自平潭的太太林云娇相识相恋 我们的工厂都搬到深圳来了 就是这样认识他的 然后隔了一年我们就结婚了 2002年林茂玉第一次来到平潭 那时候的平潭相当落后封闭 平潭跨海大潮还没开始建设 尽岛需要坐渡轮 铁铁铁潭要等有时候一下子等五六个小时 有时候等个八个小时都有可能 平潭长江澳景区是平潭另一个网红景点 这大海沙滩电力风车如湿如画 林茂玉在景点旁开了他第三家民宿 离沙滩只有200公尺 我们这个地方有发展的空间 所以我们就毅然皆然的决定在这里再开一下 春节期间林茂玉的三间民宿早就预定满房 但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他损失惨重 无条件的把房间的款项全部 本来收的定金全部都1510的退还给他们 平潭公布多项扶持措施 帮助业者共度难关 给予平潭民宿业者一次性 2万或3万人民币的奖励 对台资民宿业者还有额外补贴 如果到三栋房子来算的话 大概可以收到12万人资助 无一小长假期间林茂玉的三栋民宿 尖尖客满 他对平潭旅游业信心满满 正忙着筹备他的第四家民宿 还在谈这个价位方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一定会把它弄下来做 现在林茂玉在平潭的日子 过得悠游自得 民宿淡季的时候 他整理民宿客房 修剪花园树木 痛闲的时候就在院子里喝喝茶 看看海 民宿旺季的时候他接待住客 规划旅游路线 也结识了来自天南地北的好朋友 曾经也有内蒙古来的 也有北京来的 那个广州 广东这边 越南边的这边都很多 到处都有来 既享受生活又有属于一份自己的事业 藏林茂玉这样退休后 开开民宿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很简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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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